庄王府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等了一天了 里面出来的人什么也不肯说 先回去 柱子 你确定不再想想办法吗 就一直让他待在庄王府啊 眼下庄王府 对他来说 是最安全的地方 可是您知道 庄王早就对他起了心思 之前在银城的时候 也是一直献殷勤 您现在不闻不问 这不给他俩制造机会吗 反正我管不了那么多 要是我的话 我就直接把人要回来 天下我出道长安 人生地书 又背负上这么个 从天而降的皇子身份 朝堂之上 还敌我未明 前途未卜 有什么资格 把他留在身边 而且他现在受了伤 他跟着我 就会面临更多的危险 至少赵王府 现在可以护他周全 保他平安 可是他俩万一日就是 比起我的感情 我更在乎他的安慰 道理我都懂 可是 你醒了 来 快看看 我给你准备了什么菜 肘子 来 你 你 是不是做梦 都在想着肘子啊 赶紧尝尝 正宗不正宗 没想到长安也有这种做法 我就问你正宗不正宗嘛 太正宗了 睁眼就能吃到肘子 我以为自己回到银城了呢 那是当然 这就是银城老字号 开泰楼的独门做法 怪不得呢 看来我的味觉恢复得最好 你把他们的厨师请过来了 这说起来 他们其中有几个 还是我的老鲜石呢 我想跟他们聊聊 他们已经走了 厨子不回去 开泰楼怎么应演 那这菜谁做的呀 当然是我做的了 我先让他们交给我 我再做给你吃 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吃 顾湘的味道 我就可以给你做了 小张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人 可是李清流他 不要再说了 我跟李清流从今往后没有关系 过去的事情我也不想再提 我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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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听到消息了 他们都到长安了 真的 少侯 公子 还有黑胖 他们在哪儿 在长安客栈 说明天一大早 就跟咱们会合 你忘记大夫怎么跟你说的了吗 让你好好在家休息 还有小堂主 他说长安的新业务 他不太熟悉 所以叫了一帮兄弟 过来帮忙 小堂主果然仗义 小钱 你帮我去带一些银子给他 就说辛苦他了 好 你来 你来 我敷一下 我得 多练多练 早点好起来 好 你来 你来 你可多